nut Tex Asian Features Very Good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又邀请到Sylvia 今天Sylvia我们要讲什么? 我们今天讲九型日常 和打扮及手 �rips 第一輯我們說回1號到3號的不同性格 我們會講一下不同性格的特點 有什麼優點 以及怎樣可以透過首飾去強化他們的特點 或者補足他們不足的地方 九人人格其實就會是說人大概分開九種性格 我們其實每一個人裏面都有這九種性格 當然在九種性格裏面 我們不同的人可能會有其中一種特別明顯一些 或者是一個主要的性格 其他性格就會沒有那麼明顯 我們有機會是九個性格都具備的 不過其中一個就明顯一些 我們由1號仔講 1號仔的好處通常是黑白分明一些 他們就會比較理性地去看事情 即1號仔是一個正義使者 是的 那這種人他有什麼特色呢? 他們通常比較喜歡跟規矩做事 他們會覺得是非黑白很清楚 還有他們會覺得跟規矩、規則或者法律 會對他們的安全感是大些的 例如新加坡這個國家 就是會被人覺得是很1號仔的代表性格的國家 OK 他們一定是正確就是正確 然後錯的時候就要受到懲罰 是的 OK 那這個聽上去好像很嚴肅 這樣 是否代表1號仔是很嚴肅的人呢? 當1號仔不是那麼健康的時候 就會是被人過分嚴肅的狀況 OK 但當他健康的時候 其實他都仍然有一點點彈性在這裡 OK 所以除了他是正義的使者 可能他都不會被人感覺是很難接觸的 不健康的時候 可能會被人覺得難接觸的 譬如我試過有一個 和一個不健康的1號仔朋友出街 我們認識了一個新朋友 是的 那他一來就問人 你什麼名字啊? 你怎樣怎樣怎樣? 你住在哪裡? 你做這個? 你做成怎樣? 即他會是有 審判官的 是的 他會有一個壓迫感給人 這個壓迫感也是令我感覺 你只說這個例子 我都覺得很大壓迫感 是的 但這個是一個不健康的狀態 如果健康的話 他會被人感覺是舒服的 是的 但是又會被人覺得 他是自非是分得很清楚的 他們做事會很認真 而且會是不斷去求進步的 即是不斷推動自己 這個是真的在說你 因為我據我所知 你是1號仔 是的 但是健康的1號仔 OK 那Candy 如果我們說了這麼久 1號仔 你又覺得他們適合戴什麼手飾呢? 1號仔 我聽你這麼說 他們是一個好手規矩 還有他們是是非黑拔 是分得很清楚的 我覺得這些人的性格 可能都是比較 喜歡一些簡潔的東西 即他不喜歡一些太花口的東西 所以我今天幫你配襯了一套 Jabin's Mabe 襯Blue Saffir的耳環和吊嘴 嗯 那我覺得是比較 我不知道你喜歡不喜歡 但起碼是簡潔一點 我也挺喜歡 簡簡單單 還有出席什麼場合 都可以帶回襯 是的 這個就是有這個好處 同一時間我想問一下你 那有時候 如果你講一些健康的1號仔 那我們就不用怎麼去化妝 那至於那些可能被人感覺有少少壓迫感的那些 我們又怎麼去化妝 令到他給人感覺舒服一點呢? 嗯 剛才我提過那位不健康的1號仔朋友 那時候我就建議他 塗上少少少胭脂 塗上少少淡粉紅色的唇膏 讓人看下去 即是覺得他是friendly 一點 對 那他真的跟著我的建議這樣做 那過了幾個月他跟我說 他的人緣方面真的有進步了 那他就有機會由不健康的1號仔 變成健康的1號仔了 是啊 那2號仔又是什麼來的呢? 2號仔就會是很樂於助人的 譬如他代表人物有得難修女 那他會是 即是把那個注意力放在別人那裡 他很想去幫助別人 但很多時候他們就會忽略了自己 那他對自己照顧得不是很好 有這樣的機會的 OK 那這個聽起來好像不是很健康 不健康的時候就會忽略自己 是 健康的時候呢 除了是照顧別人之外 那他也都會平衡到的 OK 但是他是一個giver來的 他是一個giver來的 他希望呢 覺得對別人的付出越多 是 人家都會對他有相應的付出 那他我聽下去 他又不是一個真正的giver 他好像 他給很多愛人家 但是他都希望別人給他回愛他 不過去到很不健康很極端的時候呢 這個狀況會是發生得越明顯 但當他在健康的時候呢 他不是計較得太重要 好像你講的得能修女的例子 其實他都是付出自己的生命 他都是可能很願意的 是啊是啊 OK 這麼特別 Candy啊 二號仔呢 他們都很喜歡買些小禮物送給別人的 是 你是不是都有一些suggestion 是啊 如果呢 二號仔的說話呢 因為我聽你這麼說呢 他都是一個很為人來著想的人 那我自己覺得呢 如果他要送東西給別人呢 可以送些很簡潔 也都適合他自己的 例如那些上下珍珠的耳環 好像這些 我可以show一次給大家聽 對 健康的二號仔 其實呢 很多人都喜歡跟他們去相處的 譬如我有個二號仔的朋友呢 你跟他吃飯呢 他會記得你吃什麼 不吃什麼 他可能會幫你order你喜歡吃的菜 太棒了 那你是不是會幫我賣迷單啊 哈哈 那這個也都看他財務方面健不健康 Sylvia聽下去呢 我真的很想認識一些二號仔 如果你是二號仔的話 記得過來認識我啦 那三號仔又是什麼呢 三號仔呢 就通常很目標為本的 如果你跟他一起做事 而set了一個目標呢 他很多時候呢 會是很主動很積極的去幫你答案 他能夠達到那個目標的 聽下去很棒啊 是啊 他一set定目標就養枉直前 是啦 不會放棄的 不會放棄的 而且中間呢 他會是用任何的方法去達到這個方法 包括不合法 那要看他健康的狀況啦 OK 如果他是健康的 可能就不會用不合法的 健康的他會是著重目標 也都那個手段不會太影響到其他人的 OK 如果不健康他會是怎樣呢 不健康就真的可能會是為求目的不擇手段 他們通常呢會是達到目標啦 是 或者他們會是很喜歡去 譬如是考很多不同的事 得到很多證書啦 嗯 又或者在一些公司裏面 可能爭取一些高一點的職位啦 又或者做好一些業績啦 嗯 還有他們都比較傾向是 可能買一些很名貴的衣啊 名牌啊 來去凸顯自己的地位啊 他們很希望呢 其實爲什麽他們做這麽多事呢 他們很希望人家可以注視他們啦 就是他們除了要社會地位 還要有權有勢 更加要吸引力 那又未必是要了這麽多個願望的 聽下去好像三號仔是 如果這些事情都有 他們會很開心 是啊是啊 他們很開心的 如果他們有齊齊 那有沒有例子在說三號仔呢 嗯 譬如Donald Trump就是了 那他是一個不健康的例子 有沒有一些健康的例子呢 健康的例子 歐巴馬 歐巴馬不是 歐巴馬應該是九號或者一號的 OK 有沒有健康的例子 健康的例子 你又不可以說他不健康的 這樣講 某些位可能他健康 對呀 我不應該對別人有意見 其實他算是一個頗好的例子 OK 這樣的說話 如果呢 我就在想這些人 都是屬於aggressive 的 是 會是容易被人覺得他有aggressive 他可能都會給我的感覺 和一號仔一樣 可能有少少壓迫力 就是他可能會令我覺得有壓力 會不會有 嗯 嗯 嗯 一號那個壓迫感 和三號那個壓迫感 有些不同 嗯 一號那個壓迫感 是覺得 其實一號仔那個壓迫感 是通常 如果在一個環境 一個狀況之下 嗯 那可能他就會對你有壓迫感 是 那又或者一號仔可能會覺得 你應該可以再進步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去求進步 他就會對你有壓迫感 而三號仔 他會推動你的 是的 而三號仔他就會 很多時候他 反而我又覺得 除非你和他一起去做一些 可能譬如跑數這樣 那你不跑就會連累到他的了 那他才會對你有壓迫感 哦 他對自己壓迫感大一點 是的 他push自己會多於push其他人 那這些人的壓力 他自己的壓力都很大 嗯 但是他們去到一個高位 或者他們有很高收入 或者是總之 很多spotlight在他們身上 其實他們會很開心 嗯 明白 嗯 聽你說完之後呢 我覺得這些人呢 就很適合一些很unique的 但是又要很貴的首飾 嗯 要表達到他特別的地位 嗯 那我的建議呢 就是可以呢 好像剛才我介紹給二號仔的一對鑽石的stuck 我們呢 就可以再加一個鑽石的jacket 跟著呢 我們就再加一顆珍珠 做一個獨一無二油 好fancy的耳環呢 我覺得會適合三號仔 嗯 嗯 那化妝方面 怎樣可以令到那些三號仔 我聽上去就是三號仔 好像一個很有權威 很eye catching的人 嗯 那其實是不是化妝 他們都要突然這個特性呢 其實呢 我就認識一些三號仔的朋友呢 他們比較傾向呢 是 化妝來說呢 他們會令到自己看下去是很 很型格呀 或者很有氣勢 就是譬如他們傾向呢 將那些眉畫得很斜很直 很 就是看下去 對 有些霸氣的感覺 或者有些三號仔會喜歡 塗很鮮色的唇膏 嗯 所以要是他們要製造一個權威的感覺 要是他們要製造一個非常鑽色的感覺 是的 那我覺得就 當然看一下你是什麼職業 或者什麼地位 有時候也都可以考慮一下呢 可能某些場合 其實不是那麼適合你是做主角的時候呢 可能就要低調一點點 會好一點 是 那我們剛剛就講完一號到三號的性格 和他們怎樣配搭手飾 和配搭他的化妝的 下一集呢 我們再講回四號到六號的性格 下次再見